2月疫情爆發初期 張展到武漢實地採訪疫情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武漢醫院、街道、火葬場等視頻 5月中旬張展被拘留並絕食抗議 過去半年 由於被強行灌食 她出現多種病症 週一 張展辯護律師張科科表示 張展骨瘦如柴 坐著輪椅出庭 另一位辯護律師仁泉牛表示 可能會上訴 審判前她還說 張展認為是因行使言論自由而受到迫害 據自由亞洲電臺週一報導 張展母親在法庭宣判後痛哭 首次接受記者採訪 她後悔自己7個月來為了配合國寶 沒有接受外媒採訪 現在才知道上當了 她說 他們不是判刑 他們這是想置張展於死地 因為張展的身體狀況 他們很清楚 我以前沒有配合律師 我是配合了警察 我覺得我上當了 沒想到判得太重了 週一開庭前 法院門外聚集了大量支持張展的民眾 以及外國記者 當局部署大警力 驅散人群 據報至少9人被逮捕 包括英國和日本記者 一位坐輪椅的男子 特地從河南趕來支持張展 今年由於報導疫情真相 張展、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 四位公民記者被中共逮捕 張展是被判刑的第一人 其他三人至今下落不明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田瑞 綜合報導 信任官員報告 《非倡刑 》